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关念尿尿尿 哈喽,嗨,我是Kevin 哈喽,大家好,我是Claire 妈咪,我是不是常常用白花椰菜来录菜 以前都觉得它的营养价值好高 可是我现在看它感觉就不一样 怎么说感觉不一样呢 因为这一次去采访花椰菜 看到那个杨阿公跟毕霞阿嬷 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差不多八十岁了 还那么用爱心在栽种花椰菜 对啊,尤其我看到那个阿嬷 毕霞阿嬷在切花菜的时候采收 咻咻咻,三两下就起来了 然后就割好了 你看你,你还那么久被阿嬷嫌耶 其实不简单耶 要割,不小心就割到手 有时就割到花椰菜,会让他很伤心耶 是啊,你看阿公挑花菜挑到脚 都已经整个都是泥巴了耶 没穿鞋 其实啊,很重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边这样挑呢 然后呢摇摇晃晃的 然后注意脚不能采到花椰菜 嗯,还不仅这样子呢 他们的花菜为了避免受到农药的污染 有没有,还有退束的衣服罩着 这样子呢,又可以避免风吹雨打 又避免农药喷嗓 真的是要很用心耶 你看阿公啊,他摆花菜有一个架势 还有怕他伤到花椰菜啊 是 他可是呢,他又是很有爱心啊 因为其实我帮忙是帮到嘛 他都舍不得拒绝我 连你啊,抢着要夏天去扛啊 他说,你真可以 他就知道你看准你大概也扛不动 嗯,对不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要用那么健康的花椰菜 花椰菜特别多了 当然啊,你知道吗 这个白花椰菜啊,可是蒲檐香啊 他们全香名最大的一个经济收入 而且是全台湾产地最大的地方 嗯,所以真的都是靠这些 你看,都是年长的阿公阿嬷 哦,把他们青春陪上一步一脚印 耕耘出来的耶 对,其实我问他 不用心怎么可以 对啊,我问他 为什么你那么年长了还要 还要没办法 要探夹 因为突然没东西吃啊 你看他们那边的花椰菜 就是有点浅绿梗 这最好吃的 对,这个草非常好吃 对,浅浅的绿梗 哇,它特别有花椰菜的香气 对,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么美丽的白花椰菜 来做一个什么呢 锦上天花牛肉盖饭 嗯,我们把牛肉配花菜来做饭 对,那我们再来一个原味的双花 辣炒双花 对,你看辣炒双花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花,一个绿的一个白的 对,用蒜头 然后一个辣油,一个蒜片 用蒜头,很简单 所以有些人用辣辣椒粉在减肥啊 所以我们有时用一点辣油炒菜 是不是也可以减肥呢,于是没有肉 尤其这两样菜都是高鲜炕癌菜耶 好,我先来讲一下 那我们要先做哪道菜呢 这个花椰菜,其实外围都比较大朵 那我今天来做饭 所以是比较大朵,梗比较肥厚的 你看这边外围有没有 大朵的拿来做饭 做饭,你看梗都很肥厚的 是,因为这样子吃越大块 越营养越高 而且它跟着饭煮的时候呢 又不会一下煮过手 对,然后到里面呢,它会变这样 到里面,你看,它就变小... 小梗 小梗 散散小梗 那就拿来炒 好聪明哦 有没有看到 小小梗我们拿来炒菜 阿嬷,他们很用心种菜 你是很用心炒菜 因为我们炒菜 有些时候这边熟了 梗肥肥还没熟 所以呢,如果碰到后梗 那没关系 我教你一个方法 怎么办呢 后梗你就把它... 一切二 不要一切二 把它画到这边就好了 开花 中间开一刀 开一刀 OK 这样就梗不会说不熟 对,我们梗不要给它断 给它到接近花那边 它这样梗就比较容易熟 那绿花菜通常梗都比较厚 那花比较容易熟 所以我们就给它开到接近花 有没有 让它快熟 有没有看到,简单吧 OK 好,我们今天那么健康的 这个花椰菜要来煮饭 饭,我们今天三杯米 可以吃六人份 可是呢,我应该兑三杯的水 可是因为这个 那么多的花椰菜的梗 会吃一点水 所以我多四分之一杯水给它 我已经泡到快... 现在快二十分钟了 等一下我就要开火了 OK 那我现在来烤牛排 OK 其实多吃花菜 可是你还是可以吃肉 你看我们今天买那个 哇,Prime 很好的牛小排 有没有 美国牛小排 古古的 花纹很好 OK 好,那我们这边要来先烤它 OK,因为等一下要把这些料放在上面 可是呢,我们先大块烤这个牛小排 它的肉汁就会流失掉 OK 那我可以撒一点盐巴 我们一点点就好了 那黑胡椒等一下 你看人家这样子去煮那个牛肉盖饭 都有牛肉片了,爹爹 你用这么好的五股牛小排 对啊,其实现在就是景气不好 花钱花在刀口上 不要乱花在名牌上 这个吃到好的东西Prime 对 可是也不贵 而且我觉得在家里吃 其实有好的材料 反而是比去外面吃来的好 你看吃这么高档的牛小排 其实一加六口这样吃是OK的 OK 好,那我们先烤哪一面呢 你看这一面没有那么多油 我先烤这一面 嗯 跟里面这一面 跟里面 这一面 跟这一面 比较多油的先烤 我用400度 三分半给它 OK 这一面 我等一下要转到 比较低温 350度 降温 不然它 会比较干 那就不好吃了 浪费它的那个口感 好 胡椒先不下 然后我们先把它擦干 稍微擦干一下 不要太湿 OK 那这个冷藏解冻 那个牛排很漂亮 我们就是把这个 比较有肥油的地方 OK 贴上去 比较小条的放这边 OK 简单吗 嗯 很容易 对 那给它一点的空间 然后呢 我们现在干爆 给它逼掉那个牛腥味 然后顺便逼掉多余的脂肪 然后我用它脂肪来炒 哇 铁板洋葱 炒甜豆 炒那个 是不是很香 好香喔 对 好 这个给你顾咯 好 那我这边来饭 这个饭 我因为要用它 要收干的时候呢 把这个花菜擦进去 如果收干的花菜就不熟了 所以我要先按四分钟 给它的这个米 四分钟后还剩一点汁 然后就赶快把花擦进去 OK 好 那我们开火咯 这个米 要先泡20分钟 OK 先用中火 OK 那我先按四分钟给它 OK 四分钟后还没收汁喔 我们赶快擦花 擦花了就转小火 给它五分钟 你会觉得啊 像我们这次去采访这个花椰菜 看到阿公阿嬷的背影 转头一看到它的正面 你真的会吓一跳 对 又很感动 是 所以我觉得当你在讲解这个花菜 我们在吃这个花菜 其实会 我会那一幕会想到阿公阿嬷 真的很辛苦 其实它门整天 其实那天蛮冷的 两个人在采收 一个割 一个挑 你知道吗 整个菜园里面 你没有看到别人 就是他们两夫妻 那两栏有多重 你知道我看有大概六十到八十公斤 那你挑的时候有没有 其实摇摇晃晃的 然后你要那个窄窄的路 然后又不能采到花菜 然后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要 而且要赶着天黑前赶快采收 因为风雨要来了 不采收那个花菜又烂的 所以我闻到牛腥味 其实它现在在逼掉那个脂肪以外 它逼腥味 然后它封住毛细孔 等一下那个牛肉 我今天给它三分半 拌面 油的另外一面三分半 然后我转350度 给它两分半 两分半 另外两边 还没有熟 可是我要拿出来切 切了呢 等我的洋葱炒熟 我再下去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吃大概八分 要看个人的口味 OK 所以我不会烤到全熟 我烤到大概七分 因为我要放回去 好 那我这边呢 其实我今天要炒的双花 来做一个比较简 因为一般人家觉得炒花菜 然后它是不规则状 也不是菜叶类 也不是豆类 所以炒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呢 就感觉很容易烧焦 对不对 对 OK 所以我们先用水珠漫头 这个有点肉 大部分炒这道菜都会用水炒菜 水炒菜 就是油加水去炒 没有那么香 因为有时你用蒜头爆香了 炒那个菜 只要撒一点盐 只要撒一点盐 就特别香 时间到了吗 还没有 还要拌三十秒 OK 好 那这个呢 我们 我看一下 差不多了 我先翻面了再来炒菜 好 OK 好香喔 因为好的牛排 你看 灯灯灯灯灯灯 耶 你看 提出那么多油 这两边的油 可以爆金黄色一点 OK OK 你看喔 这两边因为有油 等一下这一边 就不能爆那么金黄色了 这边油流到中间 所以我把它的放到旁边 因为我不要让它有油 中间先流空 OK 先不要撒黑胡椒 那我中间是不是可以 炒洋葱 太快了 洋葱 对 你炒太快了 好 再来两分半给你按 好 OK 那我这边其实 如果我现在爆 可能会来不及 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 再来炒 OK 先给它降温一下 因为炒菜 它不是菜叶类 所以你锅子太热 你会伤到花椰菜 OK 尤其我们要先爆香蒜头 OK 简单吗 简单 可是我觉得里面的学问 就在于我老公很用心去感受 农民栽种那些花椰菜的爱心 而会特别用心去分辨 对 区隔了它的尺寸 好 那我今天放下去 我还不要先转小火先 我先给它那个小火放进去 还是得来 赶快吗 好 我帮你擦 它还是有水 好 擦下去吗 还是躺着 擦下去 擦 斜擦 嗯 好 OK 什么叫锦上添花 好 什么叫锅子添花 不能先转小火 给它还是照样中火 再一分钟 然后呢 滚了我们再转小火 先一分钟给它 一分钟中火后 等它滚水气出来 我们再转小火五分钟 OK 好 再给它 时间上来 好 这个时间按下去了对不对 有 还有一分钟 好 那我这边呢 来炒花菜 这个水珠已经慢炒了 那我是用一点蒜头 放一点辣油 这个辣油 有时你自己做起来 用辣椒粉 那有时 哇 很香 盖起来 好香很辣咧 又呛喔 我这边炒比较多花菜 其实很多人状态是说 像我以前也是一点都不敢吃辣 可是后来我发现 适度的吃辣 是可以帮助你发汗 还可以帮助你新陈代谢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把一些炒虾酱啊 或者是炒辣椒 辣椒粉 辣椒粉 辣椒粉的那个油 揉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来炒菜 也不错 OK 那我这边喔 好香喔 把这个花菜 绿花菜我要把它放在上面 OK 这个一分钟到 可是还没有滚 我再给它等到水去滚 我再转小火五分钟 因为有时 放我的 时间到了 好 给你翻面 翻第二面 翻面我们要先把温度转到 350度 OK 对 好 转到350度 温度下来了 可以撒一点胡椒 其实我们的牛排都会长大 所以这两边呢 记得可以浇一点 因为有脂肪 OK 好 来 帮我按两分半 好 OK 好 闻到辣油了 好 我现在把辣油把它摊开了 爹地 真的很香很辣 好 现在把花菜 等一下我蒜头要拉上来 辣 辣 当然如果说你在家也不敢尝试这种做法呢 就用一般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好 把蒜头拿起来 不然会烧焦 好 香 要变起 所以难怪人家说有时候 采一点盐巴 叫做吃喝吃吃吃吃什么吃香喝辣的 你看 OK 这个辣的话是一种鼻子都闻到它的味道 刚好可以脱鼻子 我们中小火 我这个饭滚了 它收汁了 好 转小火 好 OK 转小火 来 我转小火 最后一分钟我要打蛋进去 让它的蛋在那边凝固 好 可以了 翻面了 我可以给它一分半 因为没有很厚 其实这样子待会儿 直接切有一点点差不多厚度的牛肉片 对 对 牛肉啦 那我们是可以爆香洋葱了 好 先撒一点胡椒下来 我觉得可以把洋葱放中间炒 因为洋葱很奇妙 它会吸附那个甜味 好 爆香会又好吃 我们放一点蒜头 OK 我今天洋葱很多 那其实你可以把油捞掉一些 不要那么多 对 不要那么多 因为今天如果牛小排比较肥 把它捞掉一些 好 好 然后放蒜头 然后把洋葱放上去 我开上来 开始吧 好 OK 然后把这个 红萝卜 然后把甜豆 所以很健康 这样我可以一锅就做成了一个很棒的洋葱牛肉了 好 盖起来 好 擦一下 再帮我按 刚才其实我们只有两分钟 现在再帮我按一分半就好了 给它洋葱等一下拌面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刚才是中小火一分钟 我现在中小火到了一分钟 我把它摇一摇 然后我要开中火了 开中火给它一分钟 中火给它一分钟 因为你小火焖菜不香的 OK 好 我要打蛋进去 不行 那么快打蛋吧 可以啦 好 好啦 耶 哇 你看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吃耶 那个菜 我看到那个花菜我好想吃喔 好想吃 好 来 赶快拿叉子来 我要吃看一下 赶快 给你 不是我要切牛肉的 你拿你的 只要透就好了啦 哇 你看这样 对 好 来 拿你的叉子 我的小叠子 然后我们现在把蛋 把它 饭先入 原味的花菜 什么都没有的 轻滴 就是花菜的原味 我打两颗蛋好不好 好 再一个 因为这是一锅 有时候我觉得在家里 可以这样子 一边煮饭 利用煮饭的蒸汽来 打到一锅两菜 然后另外炒一锅肉 煮食 在上面的时候 然后一家四口呢 围着这一锅饭 一起来享用 你看 我现在把它盖起来咯 然后呢 其实刚才只有四分钟 小火四分钟 我现在再一分钟给它 好 还有 这个好了 这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炸一下 炸一点油 好了 软的了 好 是不是要帮你起锅 姐姐你要去看那个 有点辣油了 对对对 好美哦 来 好美哦 OK 妈咪帮我放一下 像这边 哎呀 不行吗 我这边 我帮你夹 好 你看哦 我们这个洋葱啊 OK 我先把这个牛排拿起来切 OK 因为我要切成柳放下来 可是呢 我这边呢 要把它炒一炒 哇 这样子铁板 好健康哦 铁板洋葱 那尤其呢 牛肉的油啊 有甜分 有肉的甜分 所以我炒起来 那个菜啊 会特别甜 OK 好 差不多熟了 好 我要留一个空间 给那个牛肉 我现在把牛肉 切 哇 你看妈 好好吃哦 这样刚刚好 这个大概已经 六分熟了 哇 六分熟了 好 把它放回去 好 别忘了 最后要炒一点味淋跟酱油 好 来 赶快炒 耶耶 这边也好了 妈妈 赶快帮我炒 炒那个酱油跟味淋了 对 你看 就这种菜有一个好处是 夫妻感觉很好 要运动呢 没有 先味淋还是先酱油 这个还炒好了 我可以下了 对 来 先下这些 够了 够了 好 快趕快 好啦 赶快 加味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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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酱油 OK 我们下在肉这边 然后最后加一点这个 罗勒 Maisel 酒生塔 下去 摇一摇 不要让它太熟 因为我要放到饭这边 这样我们家吃饭非常有胃口 感情特别好 还多了 今天怎么那么大声 因为特别好吃 因为 你知道吗 我们家每次有煮牛肉的时候 代表有特别的暗示 对 你看我的蛋好美喔 好快点 快点 我们就把这个肉 放上来 好允许 应该先放洋葱 先放洋葱 对 铺在这边 我帮忙 你看两个夫妻合作无间 这个肉 全家一起都吃好开心喔 这个肉排起来 对 不要盖到我的蛋 好是 不要 对好 来来来 快点快点 而且趁 等一下那个拌有余温的时候 要赶快 摄影机要赶快拍成品喔 他们已经流口水了 快点 你们拍快点 你的肉最好吃了 好耶 我要吃下去了 好QA 好嫩喔 OK… OK… 所以当我们家有特别派对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煮这样一锅 洋葱牛肉盖蘭 一锅就解决了 上菜了 爹地 赶快来 给大家看 井上天花 井上天花 牛肉盖蘭 加上辣草双花 今晚会很开心 而且很害了 哇… 我们要谢谢阿公 种那么好的花菜 你看 这些材料 要请营养师 到底怎么说 耶… 大家好 我是炳元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绿色花椰菜 它还有这个很特殊的 叫做有机的流化物 那么很多现在这个医学研究 有证明说 这些有机流化物 它对于抗癌方面 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可是我想很多人 比较不知道的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绿色花椰菜 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这个我们 台湾比较常见的 这个白花菜 也是一样含有这些 有机的流化物 所以啊 如果大家想要抗癌保健的话 其实不一定 就是说 只吃这个绿色的花椰菜 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辣草双花 其实就是一个白配绿 把这个白花菜跟绿花菜 配在一起 其实可以增加这个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这些这个选择性啊 变化性 另外呢 也可以再吃到更多的 这个有机流化物 那这样对我们这个健康 是更有帮助的 那么 呃 其实这些有机流化物 它除了抗癌之外 可能大家不晓得 就是说 它对于这个 会造成我们胃溃疡的一种细菌 叫做幽门感菌 它是有非常好的一种抑制的效果 所以啊如果说 呃 常常胃不舒服啊 会胃溃疡的人的话 其实也可以多吃这个 绿色的花椰菜 那么 呃 还有这个白色的花椰菜 一样 都是可以有这样 抑制这个幽门感菌 那减少胃的这个不舒服 不过要特别提醒一点 就是说 这个 呃 花椰菜 它里头还有一种成分呢 它是会让我们这个 甲状腺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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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比较肿大 所以如果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的话呢 那么 就说 呃 就是说这个花椰菜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但是呢 就是不适合说吃的太多 比如说每天都吃 这样就不是很适合 可能一个礼拜吃个一两次 这样还可以 所以这点呢 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这两道菜的热量 蜡炒双花 一人份里头 蛋白质是1.5公克 脂肪2.5公克 糖类7.5公克 纤维3公克 热量是58.5大卡 好 锦上天花牛肉盖饭 一人份里头 蛋白质27公克 脂肪12公克 糖类67公克 纤维3公克 热量是484大卡 组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